情况下,天气太大,边路轻易不敢挤高球 贵迦康,往中路走,好的,CG来 但是阿俊姆鹏越位 啊,差太多了吧 郑龙在后边好远 差太多了吧 这球呢,傅明少想的早了 你等着射完门想吧,视频助理裁判啊 要重新纠正一下 但是从助理裁判的角度上来讲,这个也差太多了吧 是啊 傅明向天津泰达队球员示意不着急啊 我在听视频助理裁判的意见 其实如果他少不想的话 这球好处理 体能消耗非常大的铝学棚 另外一个呢,由于铝学棚有了一张滑板在身 嗯 在一些回追的时候呢,他是很受限制的 对 特别是追阿俊姆鹏 这个球呢,其实 不用花时间嘛 但是我估计在讨论这个,你享受这个点 这个 如果从回放慢镜头来分析的话 这个 判罚的 怎么说呢,这个观察 就是助理裁判这个观察 位置不好 哎,偏差的太多了 对,他当时的位置不好 他当时位置啊,太靠前了 他没在 后边最后追封 就是说,哎,正龙那条线 对,没有跟住到处第二名防守 哎,是 慢镜头显示的是很明显 估计呢,他们在商量 这球怎么办啊 可是你少先想了 期间举了 会有这个 恒大这边是抗议呢 曾诚可以说我听你少想了 所以说我没做 对,没做百分之百的破旧 对 进了 嗯 嘿 手势是约位 约去原判 约位这怎么去约位啊 差太多了吧 正龙在后边好远 差太多了吧 这球呢 傅明少想的早了 你等着射完门想吧 有视频助理裁判啊 要重新纠正一下 但是从助理裁判的角度上 来讲这个也差太多了吧 是啊 再长 傅明像这个 这个